人生感悟 主死不便结 花落有余香 作者冠明 世上有一些人中的败类 一生钻银投机 钻干水人利己的坏事 比如秦桧江某某之类 生前已是声名狼藉 死后必定遗臭万年 而道德高尚的人人至世 一生光明磊落 为道义不惜舍身成人 例如岳飞文天祥那样的民族英雄 即使时光流逝千载 却仍被后人缅怀 名垂青史 万古流芳 由此我联想到 中国的良心律师高志胜先生 为法轮功学员上书名冤 却遭中共恶党绑架 而身陷领悟 至今生死不明 他的针针铁骨 足以让世人感到敬佩 他的高尚品德 足以成为世人的楷模 竹死不便节 花落有余香 一语出自于唐朝少义的 金骨元怀骨 大义是说 竹子即使死亡 仍然不改变古节 花即使凋落 仍然保持芳香 以此来比喻忠义之事 坚守节超 至死不渝 原诗是 在父莫交奢 交奢多自亡 为女莫承荣 承荣多自商 如何金骨元 玉玉交蓝房 昨夜起罗裂 今日持管荒 竹死不便节 花落有余香 美人报一死 千载明犹章 交歌无遗音 明月流清光 浮云易改色 摔草难重方 不学寒侯父 贤冤 报宋王 诗中 宋竹兼怀仁 颇能体现出 诗人自己的品格 与追求 竹子兼真 有宁折不弯的精神 与松梅齐名 并称遂寒三有 细看竹子 无论生长得再高 其竹心总是虚空 这一凌云虚怀的特性 好似证人君子的虚心谦逊 竹子不折卧土 房前屋后 无论贫瘠 皆可扎根成林 随遇而安 多么像君子一样 淡薄名利 不媚 不惨 竹子挺拔刚进 似机贸然 凌霜傲雪 枝叶 惊冬不雕 又好像君子的外柔内纲 始终不渝 在当今的中国大陆 至今仍然有许多世人 对法轮功学员 即使承受暴力迫害 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表示不理解 其实 这正是现代人道德标准 严重扭曲的表现 在中国历史上 有很多宁死不屈的人 有许多古人 甚至为了信守诺言 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西方 历史上的基督徒 曾经被迫害了三百多年 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 宁可失去生命 也要坚守自己的信仰 道德高尚的人 犹如翠足一样 活在世间 在曲折恶劣的环境中 经受雨打雷击 双亲血压 吃尽了千辛万苦 依旧是坚忍不拔 不屈不挠 任凭四面八方的 狂风吹击 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惧怕 那才是 誓死如归的 道德高尚之士的 精神境界啊 为人在世 应该在人生中 保持那种豪壮的气节 高智胜律师不畏强权 敢为正义与良知而呐喊 不愧为一代人节 他的崇高行为 足以名传千古 光照厚人 千千万万的 法轮功学员 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 已经承受了 长达十年多的 前所未有的残酷迫害 在危难中 他们仍然不忘 救度世人 其高风亮节 将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竖起一盏 永恒不灭的明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